松口表态 能选就辞职 陈时中终于向台北市长选举挺进了 但态度依然反复 神情依然扭捏 是贪吃 还要假客气 还是口闲体质的沉不住气 陈时中一定选 只不过这个选呢 他有两个方向考虑 一个方向是在台北 一个方向是在新北 好 我们先说台北 就台北来讲 各位可以看到陈时中现在所流出来的视频 很多都是在疫情期间喝酒唱歌的视频 这些就可以证明 就是陈时中他是好交朋友 他除了好交朋友 朋友对他的请托他也是有求必应 但显然他已经在开始互装 所以我们可以说 现在陈时中他扭捏的态度 一方面是选对会 要看他的民调 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说 他在等蔡英文关爱的眼神 那从这两个角度 我们拉回到一条主线 这也就是说民进党最堕落的地方 他居然动用公家的资源 为恶人进行选举 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台湾的网友 会批评陈时中的地方 我会批评陈时中的地方